王曼玉故意使唤 一球打到刘诗文手上 把刘诗文气得直跺脚 大家好 这里是湾体坛 说起王曼玉大家最先想到的 就是在今年的全运会上 王曼玉的十九胜一副的战绩 一人带队争战全场 不仅如此还在与孙颖莎的女单决赛中 4比0横扫孙颖莎出局 可以说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了 而刘诗文则是国评元老级选手 他与许新的混双组合 可以说所向披靡 但刘诗文的单打也是非常出色的 那么两人之间的实力究竟如何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第一局比赛中 刘诗文迎战王曼玉 王曼玉火速进入状态 开局就以5比2暂时拉开局面 但面对王曼玉的主动出击 刘诗文铁桶一般的防守 也是让王曼玉无计可施 刘诗文迅速将比分拉平 王曼玉也不甘落后 很快将比分拉至9比7 王曼玉很快拿到局点 以11比8拿下首局 因为有时候打球 就是关键在那一分两分的机会 你一打丢 对于两位选手的实力 其实很接近 你稍微丢了一颗球 很可能就影响了一整局了 哇好球 我们看到王曼玉 直接一个正手的大斜线 也顺利的拿下了局点 在第一局 19岁的小将 王曼玉就是以11比8率先拿下来 在这场女单的冠军当中 1比0战时领先了老大姐刘诗文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这场精彩的女单冠军赛 第二局比赛中 双方竞争异常激烈 王曼玉开局就将比分拉至6比4 面对王曼玉的主动出击 刘诗文显得有些吃力 刘诗文只能注重防守 此时的王曼玉将比分拉至8比6 而刘诗文也并没有放弃 但王曼玉凭借着先得分的优势拿到局点 刘诗文也迅速将比分追平 最终王曼玉以12比10拿下第二局 大比分为2比0 也是做了一些安排 算是有改变了一下节奏 第四次的局点 主打变现 哇19岁的小将王曼玉 在这场女单的冠军战 出现26岁的老大姐刘诗文 没想到先生夺人 一口气先拿两局 在这场非常关键的金牌战 目前2比0领先的刘诗文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11 第三局比赛中 王曼玉的状态非常好 明显掌握比赛节奏 开局就将比分拉至6比4 由于双方竞争得太过激烈 王曼玉更是一个球打到刘诗文手上 也是气得刘诗文直跺脚 此时的刘诗文是处于被动状态的 很快刘诗文将比分拉至7比5 但王曼玉很快将比分拉平 率先拿到局点 刘诗文以11比9拿下第三局 大比分为2比1 刘诗文自己好像有点不够信心 不然其实是可以大胆尝试测身补板的 这球比较可惜的一些 刘诗文也偷得很漂亮 再来看这一颗 这个局点 刘诗文把握住机会啊 虽然在第三局是一路落后的情况下 在第三局的后段是逆转了战局 而且抢下关键的第三局目前是追回一城 战时1比2落后给王曼玉啊 这场女单的冠军战啊 还有得打 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 11千万不要走开 好欢迎回来 第四局比赛中 比赛已经进入白热化 刘诗文主动出击 开局就将比分拉至6比4 刘诗文由被动化为主动 但王曼玉也是有备而来 很快将比分迅速追平 刘诗文只能不断调整状态 很快将比分拉至9比6 随后刘诗文拿到局点 以11比6再下一城 大比分为2比2平 10比6 刘诗文有4个局点 投了长球 是 而且又直接的让王曼玉啊 回击出界 也顺利的拿下第四局 这场女单的冠军战啊 双方在前四局战成2比2平手 我们看刘诗文 今天在长球部分啊 表现得相当的精彩 但王曼玉在这球上面 也是超之过急 直接回击出界 也让刘诗文拿下了第四局 双方来到2比2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第五局比赛中 双方在赛场上十分胶着 刘诗文延续之前的比赛状态 开局就将比分拉至4比2 王曼玉面对刘诗文 牛皮糖一样的防守 也是无计可施 刘诗文状态非常好 显然掌握比赛节奏 此时的刘诗文 将比分拉至7比3 随后以11比5 拿下第五局比赛 大比分为3比2 好 目前依旧10比5 刘诗文五个局点 一样投中间的长球 反手开始撕 我们看到刘诗文 今天的长球的策略 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个关键的局点 又是由刘诗文拿下 最终在第五局 11比5取胜之后呢 在这场女单的冠军战 先输两决 情况下倒赶三局 目前刘诗文听牌了 3比2领先了王曼玉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伊德文 第六局比赛中 比赛已经进入决胜局 双方竞争异常激烈 双方开局就将比分拉至4平 王曼玉此时的心态有些崩盘 而刘诗文明显掌握比赛节奏 反而越打越轻松 凭借着自身的优势 来到中局将比分拉至9比6 随后刘诗文拿到局点 以11比6拿下最后一局 大比分4比2战胜王曼玉 同时也期待两人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会有更精彩的表现 哇那这样刘诗文从小组赛开始打 真是要打好打满了 连续的箱子变现结合侧身 漂亮 哇左右的变现啊 还是收到效果啊 最终刘诗文 在一开始0比2的情况之下 连追了四局 最终是以4比2击败了 同队的小师妹啊 王曼玉 拿下了卡拉公外赛的女单冠军 这也是他继2016年之后呢 再度拿到卡拉公外赛的冠军 非常恭喜